好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有提到就是雲端硬碟可以支援什麼 有沒有更多工具這裡啊 新增更多這裡有個連結更多 你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你可以找找看這個我做一次給你看 有一個叫Time Machine 時間機器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平常共用的時候 共用的時候有些時候你會忘記 這個我跟你共用過的然後可能連結就繼續留在那邊 那這樣其實相對比較危險 因為有些資料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 而且有可能別人就繼續分享出去 那如果你萬一是有不該分享的 你要找的時候就比較不好找 那我們來找一下這個 Time Machine 你可以直接用這樣找 也可以用我剛剛那邊的連結 有沒有找到一個Time Machine 有沒有找到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因為我已經有增加了 已經有增加了 已經連結了有沒有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比如說我找到的是這個 它這裡就有個連結 就有個連結 好那你看喔 那你看喔 我現在呢 就找這個好的 測試資料條 看一下有沒有資料 好我找個資料 丟個資料進去 好 這個好了 丟進來 好裡面有了 那不管是資料夾還是那個文件都可以 按右鍵有沒有共用 好 我就先把它共用出去 開啟 這裡 開啟好的 那我現在把這個呢 我先設為公開在網路上 好 那麼 你現在呢 我已經共用出去 好 我如果不想要這樣子 來 你看這裡有開啟 有沒有Time Machine 好 點一下 雖然畫面是英文的齁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Google的有翻譯嘛齁 你有需要可以按一下這裡 好 這樣都看到了齁 谷歌驅動器 怪怪的 好 來在這邊 有沒有我們現在選到這個資料夾了 好你就在下面告訴他你要做什麼動作 來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做到期日 對不對 然後時間到了你要做什麼動作在這裡 看你是要直接不共用還是直接怎麼樣 變成樂視還是永久刪除 隨便 這樣也好 反正時間到了他就做 當然你在用這個部分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到五點好了齁 到五點 好 好 然後呢 我就開始添加到任務 已經過去的時間 16 喔我弄錯了 17 好 10分秒了齁 來這裡 添加 然後他要求一些權限齁 有沒有 我的已經加進去了 你看 我在這裡 有沒有個測試資料夾加進來的 我前幾天我再稍微試一下 這個錄影的 所以你看他有沒有成功的 後面有個success成功的 表示說這個已經執行過 而且是成功的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我相信應該 對於就是我們有時候 你怕 分享出去的 忘記關掉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擴充工具 好